《黃金時代》 我覺得香港的黃金時代 如果是在音樂方面 我覺得是八、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主要比較好 因為好像以前小時候看過 那些無線的十大勁歌金曲 你每一首歌你都會很喜歡 還有直至這一刻 你現在聽起來都會覺得好聽 但是比較現在來說 在香港的歌 就像是由二千年之後的歌 都很少那些歌是可以 一直這樣聽 都會覺得喜歡 還有會記得 因為現在的旋律是很難記 而且聽完都不會覺得喜歡 所以我覺得八十年代 那時候的歌曲是最喜歡的 還有《黃金時代》 至於我覺得在電影方面 我覺得是九十年代 因為最喜歡《周星馳》那一系列 他所有的每一部電影都會很喜歡 還有你再看你都會會心微笑 反而現在的電影就覺得 現在香港的電影業已經在衰退了 還有你不會有心去 很積極地進入電影去看電影 我也是有兩個方向 我覺得香港的最黃糕年代 香港的最黃糕年代 是八十年代 因為我覺得當時 雖然我還是很小 但我也感受到當時 香港人的精神 可能奮發上進 進取 他一直憑自己的努力 去坐回成就的感覺 社會氣氛是更強的 因為當時經濟起飛的事情 無論在娛樂、音樂、戲劇、戲劇 甚至各方面 社會方面都在起飛發展得很快 那些人的接受量都很高 但如果你說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在香港的黃金年代 就是九十年代 因為 自己慢慢長大 當時都是 開始都會接觸多了 自己長大了 會接觸多了不同的香港文化 我就會覺得 當時大家都 即是九七前 那個社會發展 其實 機建 即是起床 很多樣東西 其實那個氣氛 自己都會感受得很深 另外 我覺得 譬如 當時的廣告 都是 我自己 很有深刻印象 即是 當年很多電視廣告 找很大的明星 例如黎明 郭富城 這些廣告 到我現在 都很深刻印象 那時候 那個行業的發展 是很蓬勃 過了那陣子之後 一直到現在 2000年 2012年 其實好像 已經過了高峰期 一路好像 有些退步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那時候 我自己的黃金 香港的黃金年代 就會是九十年代 明星期會 登場 音樂 第二